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嫁给我吧 好 我跟他赖了十八要结婚了 那有没有对你爱人要说的话 能说以后我不能保证他每天都会笑的 但是我绝不会让他跟着我 我一定会给他请 在我四处寻医四处找整形医院过程跟我认识的吧 刚开始也是看着我比较可怜想帮助我 然后我们就这么接触下来 没想到就走到一起了 他对我非常好 也从来没有嫌弃过我 我也想给他抽个婚证明一下 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2018年我朋友有摩托车上一个 酒后无证驾驶的一张汽车给追尾 把我撞飞出去 然后摔的面目全飞 当场我要昏迷 昏迷了有两个多月了 能过来以后啥也什么也不知道 有一次也就是能走路能下床了也是 但是在洗手间把脸上的纱布全部揭掉以后一看自己就没有脸 就是左脸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大窟窿 是都没有肉压都没有肉 那当时接受得了这个是什么 接受不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我自己 那这个段时间最艰难的时候怎么度过来 我也不知道这十年 反正很痛苦 我那是刚认识他 两年了吧 那你有在乎过他的外貌吗 没有 我要是在乎的话 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我跟他见第一面的时候 他都不敢沾口罩 背着我去喝的 然后他就怕我害怕 但是我看他第一眼说不害怕 那个时候心里边也就是咯噔了一下 小甲他有什么地方吸引你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没有地方吸引我的 就是愿意跟他在一起 对 就好好活自己就行了 家里爸爸妈妈知道小甲吗 知道 不同意 不同意 嫁给我吧 好